现在案件有了新的线索 那么我们案件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咱们从头捋一下 首先是柳红颜的意外死亡 咱们已经确认了是谋杀 我们先会怀疑过 罗华 庞博 赵怀林 杜成毅 在我们跟踪调查 杜成毅的过程中 杜成毅被炸伤了 那么根据最新的线索 在这个利益集团当中 赵怀林的哥哥 赵怀山下场制药厂的董事长 他有没有杀人的嫌疑 我觉得有 他们是表兄弟 又是这个小利益团体中 红其还活着的人 那他们完全有可能 把其他人杀了 独吞他们的利益啊 冯浪 你觉得呢 我觉得吧 有说的都懂 但是有个问题 他们杀柳红颜和杜成毅的 必要性在哪儿 假如说他们四个人 能够凑在一起赚钱 那就至少能证明 柳红颜和杜成毅 在这个利益链条里是有用的 如果他死了 不是 怎么着 这哥俩钱赚够了是吧 不想赚了 或者就是柳红颜和杜成毅 已经没用了 按你这么说的话 又不像了 确实也没有非要杀人的必要 再或者柳红颜和杜成毅 有他们俩什么把柄 导致他非这么做不可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我们还是好好研究研究 这个药品开发公司的资料吧 看看有什么新的切入点 我和小王呢 检查了柳红颜杜成毅 赵怀林三个人公司的 转转来往记录 和旗下的专利产品 基本上每两三年 就会有一款药品专利 卖给夏成制药厂生产 我分析啊 有可能是这个柳红颜 或者是杜成毅 利用自己的人脉 以极低的价格 购买了药品专利 卖给了夏成制药厂生产 而这个夏成制药厂的老板呢 就是赵怀山 赵怀山就拿着政府给的 扶持资金 高价购买 对 洗钱 有可能 这么多年 这个公司 一共卖过七个专利 给夏成制药厂 但只有其中一个 有点不同 我发现啊 十一年前 这个公司的第一笔业务 就是以极高的价格 卖给了夏成制药厂 名叫一款 心心胶囊的治疗心脏病的 药品专利 以极高的价格 卖给夏成制药厂 我和小王走访了所有的药店 都没有人知道这款药 但是其他六款 并且还在销售 这么巧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以天价购买的药品专利 短短十年就不再销售了 这种药说不通啊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和小张去了夏成制药厂 询问了一下他们的药剂师 和一些工作人员 但是连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这款药 她在这边 看着她的药品专利 叫她的药品专利 还是有有有什么 吃药品的药品专利 我看着都是几顶了 这种药品专利 还是几顶了 我看着这个药品的药品 是几顶了 是奥品专利 吗 不要信我吧 这么一大笔专利钱 消失的药品 可能就是他们 互相谋害的原因哪 怎么就没人 关注这个业务呢 他隐藏了什么秘密 有道理 毕竟这四文的利益链条里 只有这款药品的信息 是不透明的 凡云 去查一下 十一年前 夏成制药厂的老员工 除了赵回忍之外 我要见到执行者 十年前夏成制药厂 遣散了所有的药剂师 现在的夏成制药厂了 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这款新生药物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你说 他们为什么要遣散 凌亚剂师 也不算遣散 给了二家费 这就叫遣散 对了 你确定咱们现在 现在要去找那个 何庆国 是唯一一个 还在夏成谈及时吗 起码是唯一一个 能够联系到的 那咱们现在要去他家 一个小诊所 有什么感觉啊 师傅感觉 你怎么掐我似的呀 这个 可不有人掐你吗 行行行 记住啊 两个小时之内不能洗澡 好嘞 师傅 别说两小时了 他整天不洗澡 真舒服 师傅 我看您这小诊所挺棒的呀 这开一个得多少钱呀 个人尊所地方不大 麻雀虽小啊 五兆俱全 把设备都补齐了 怎么样也得三十万 三十万呢 那您这三十万 是不是都是下证 赵小强的浅算费啊 这么多年 这事啊 在我心里啊 没着没落的 那您跟我们说说呗 这事啊 肯定是十多年前的了 十一年 对 十一年 我记得当时我们厂 授权生产一款新药 专门治心脏病的西药 叫心心交纳 知道是什么公司 授权给你们的吗 不知道 领导下拍任务 直接就生产了 您继续 第一批生产出来 很快投放市场 但是估计 又不到一年吧 我们厂 摊上了好几期官司 说是啊 吃这药出人命了 董事长安排员工啊 把这药啊 全部都销毁了 还让我们几个药剂师啊 提前退休了 这明显是销毁证据 嗯 我也觉得是 可是我们也没办法是吧 领导安排的 师父 那您知道现在谁手里还有这个药吗 没有了 谁都没有了 那您检测过这款药吧 您觉得这款药有什么问题吗 小伙子 这药呢 你检测它 顶多知道它的成分 但是作为一款新药啊 最重要是它的临床 否则 你就是知道它的成分 这些成分 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啊 那这事您怎么想 我能怎么想啊 吃药都吃出事来了 出了事以后 后面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啊 那当时这么大的事 没上新闻吗 这事我也纳闷 记得上过一次 不过不知道怎么着 最后啊 连药的消息一点都没有了 对 没有了 为这事啊 这些年啊 我心里啊 始终是个疙瘩呀 还要这么多啊 还要这么多啊 奇了怪了啊 你说咱们找这么多 怎么还没有找到当年的新闻啊 是不是当年就没报到啊 不对 艾风浪 你记得吗 何师父说过电视台报道过 政府啊也重点惩治过 也许啊 这就是被掩盖的真相 这个要吃死的人 新闻不敢说实话 这个小利益集团呀 一定做了手脚 可能柳红颜和杜成也知道 其中的猫腻 大致被猫害了呢 人事就过了这么多年了 就算有猫腻 也不是有今天杀的吗 又或者 他们现在才想到要造反 造什么反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啊 柳红颜和杜成也知道 这款药的临床实践不够 但硬要上市吃死了人 他们俩呢 就拿这件事情 要挟你哥俩 别的我也想不到 夏远 这当年是怎么报到的 不知道啊 去找吧 你们找吧 你们找吧 喂 大驴子 又你收到了 找死我的东西 怎么报到的 巧了 你猜是谁罢了 柳红颜 冯大神探 聪明啊 说说 你说那个药的事啊 总共就两期节目 都是柳红颜做的 当时 太得您漂亮了 你说得有用 但是 不是你说的假药啊 我看柳红颜的节目 是关于老百姓 恶意抹黑制药厂 招聪明了 然后跟药厂打官司 第二期节目 就是老百姓输了官司 什么情况 前阵子出事的那个 赵怀林你知道吧 是 就是他跟药厂打官司 然后打赢了状告 药厂的老百姓 是啊 不是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只做两期节目 那 那 制药厂都赢了官司了 董事厂又没啥事 还有什么可继续把我淘导的 这天哪 我可以拍避露女儿去 什么 那制药厂 那没人受到法律制裁吗 你没听明白吧 这老百姓 没受到制裁就不错了 是老百姓恶意抹黑制药厂 你听反了吧 喂 喂 喂 嗯 行行行你定吧定吧 够 走了 你不请我吃顿饭啊 下家 不是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还不如大排档撕点串呢 你不直接抱歉 你自己扮 这个大排档能一样吗 哪儿不一样啊 你看 一用叉子 一用签子 你看 这价格不一样 要我说呀 我吃你的吧 你赶紧吃 给我回家再加班呢 还好吃饭别我替加班也是 不是 你说啊 当年柳红颜利用媒体 和赵怀林两个人颠倒黑白 那小杨案相当于不存在 各不都我们查不到 拉倒吧 要我说呀 一定存在 何师傅没有理由 说假话骗他们 但是我就想不通 你说柳红颜 参与了当年的恶行 他以什么身份 去控告那哥俩 还要等着被杀 也是 他们啊 现在啊 倒不见得 会因为假药案 导致互相残杀了 反正啊 最惨的就是那批受害者了 可不是吗 你说这假药真是害人 那帮吃假药吃死的人啊 那多惨啊 本来就病重 为了能活下去 花那么贵的钱 买那么贵的药 结果 那帮做假药的 不得好死 服务员 服务员 这是这儿 我刚点的汤快点啊 谢谢 能喝什么 服务员那个汤快点 你说有用的 你看 我说那么多话 我哪能记得住啊 那帮做假药的不得好死 这就 吃 今天随便吃 我请客好不好 就这几盘水果啊 服务员 就再加两块最贵的牛排啊 还记得当初有人匿名 去电视台 检举揭发赵怀林吗 我们怀疑是杜承毅 但现在看来 杜承毅有关于 心心脏囊的把柄 她不适合去做这个事 所以啊 我觉得检举揭发的另有其人 谁啊 我原来以为啊 凶手是当初假药的受益者 用杀人来掩盖实实真相 但凶手 为什么不能是假的受害者 也有受害者的家属 和我想的一样 那帮做假药的 不得好死 对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当年假药案的受害者 这个好查 我们可以逐一排查 十一年前 药物过敏死亡的任命单 唯一难的就是 我们也要排除他们家属 排除掉报复作用 阿云 你跟我去资料库 查查当年老百姓 有没有报个次案 没问题 也许 这个才是被掩盖的真相 好 这都惹不理出了 太帅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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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好喝 弗朗 调查资料显示 十一年前死于 新疾病症的患者 一共十人 其中七名家属 转告药厂全部败诉 这也是你从电视台 带回来的资料 还有一名家属 从罗征上摔下了意外几个 他的女儿在国外 亲属也都不在门市 另外两个 也都不了了之了 那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目前没有查过 意外那两起 多像柳红颜的死啊 用意外来掩饰谋杀 这就不正常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赵家梁兄弟 谋坏柳红颜 跟杜承毅 那十年前的假疑案 就是这场杀戮的起源 死者家属的报复 这回被掩盖的真相 才能不能解开 那我们现在 就从那个不了了之的 那家案客上查 剩下两个患者 一个叫李明儿 未婚 无儿无女 还有个叫王兆芬 服用心心疆囊后 几天内心脏迅速衰竭死亡 她有一个丈夫叫罗维明 在一个月以后 死于意外车祸 好了 你快 我到了 我到了 好了 又走了 好了 再让你走 我 constant 大向监督 罗维敏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罗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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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牧桑 你认识吗 不 我原来在查 召唤您这些年打的官司里 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罗维敏 怎么你小姑娘 桌子能不能干净 你急死你 赵 给你找资料呢 马队 他跟赵和领导无关 就是为了妻子状况要查 他死于车祸的话 那就是说 资料室那边给我把罗维敏的资料 传过来了啊 罗维敏 药科医师 死于交通意外 二零零九年呢 撞告药厂 在最后一次上庭前 出车后死了 罗维敏 一个药科医师 一定经过调查撞告药厂 药厂肯定解解百退啊 车祸 死于意外 这不可以吗 他和他记者都死了 那他们要报仇的话 资料转还显示了啊 罗维敏还有一个儿子 今年二十八岁 名字叫罗勇 冯队 冯队 嗯 冯队 嗯 罗华 放了 你 放了 留下来 热了 看到了 你去找罗华 我去找赵光灵 赵光灵可能会有危险 怎么能在哪儿 你是早上刺客的 你们扶不得啊 找赵光灵 你还知道吗 你拆除吗 根本就把你拆除了 我找赵光灵 你找赵光灵 你现在就把你拆除了 你 Disk手机 你去找赵光灵 你要走 你去找叵光灵 你呈现了 这儿还需要 我给你过来了 坐着吧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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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叫你罗友嘛 走吧 去晚上坐坐 老黄 老黄 封警官 十年前 我父亲是死于交通事故 我干吗被他保重啊 你都知道柳红颜的死是谋杀 你爸爸的死 你就不知道真相了 洛华 你是个聪明人 你已经知道 我开始怀疑你了 封警官 就算我父亲真的是死于谋杀 以我现在的生活 我干吗要去报仇啊 你别跟我让我要去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喂 黄浪 死了 什么 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 也没办法再怀疑罗华了 放了吧 冯浪 你这么做点 这件事情很蹊跷 没有 但是我们一定会找到线索的 罗华在说话 他一定在说话 是 就算罗华知道自己的爸爸死于谋杀 为父报仇也很符合罗剑 但柳红颜的死和赵怀林的死 他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杜承鄞的重伤 更像是赵怀林所为 倒是可以买凶 罗华虽然有不在场证明 但今天赵怀林的死 不就更加印证咱们的推断是对的吗 十年前的假药案 柳红颜利用媒体 避重就轻颠倒黑白 赵怀林帮着药厂打官司 杜承鄞还在混社团 他一定有机会帮着犯罪 这一切的冤闹 就是卖角的赵怀山 你推理对对 但是我们查了罗华 所有的通话记录和监控制度 他连买凶的机会都没有 罗华我了解 他要报仇不用买凶的亲自动手 那这不更不可能了吗 罗华有情人柳红颜 咱们有这么多警察 却连一丝线索都没有 他有实话吗 他做的手法是什么 我不知道 马队 虽然现在我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罗华的嫌疑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来验证我们的推动 如果凶手就是罗华 那赵怀山已经处在危险中 把妈妈那一口 还有 还乖 老板有几位警官找你 您好 赵先生 去 跟你妈上外宝玩去 走 我们玩去了 走 不好意思了 赵老板 这么晚还过来打扰您 想跟您学了点儿行过 警官 我是真不知道 朝许男上哪儿去了 他会不会是和那帮胡逢狗友 跑路了呢 如果我有猜的下落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我们今儿来啊 不是来问朝许男的 您弟弟赵环林的死 您有什么看法 您说赵环林哪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 难免会有几个仇家 他的死 我虽然很难过 但是我已经到了 吃天命的年纪 我还能怎么样呢 那您怀疑 他跟谁接手 不知道 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罗维明 谁 罗维明 不认识 那罗维明家属呢 那我更不知道了呀 我说警官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赵先生 我希望你配合我们 我们怀疑你弟弟的死本 跟十多年前的一个案子有关 十多年前你们下城制药厂 出厂了一个 心心胶囊的城 不知道 我们厂 根本没有出品过 什么您说的那个胶囊 你们是不是办错案子了呀 是 使出您前的事 您要不承认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 您现在可能会有危险 你必须配合我 交代点什么 我说 都这么晚了 三位警官闯到我们家里 说一些不招编辑的话 你们想干什么呀 我有权怀疑你们警察恶意又早 好 赵先生 您先别激动啊 我们就是来向您询问点情况 请您配合 首先 我没有什么 向你们交代的 更不认识你说的那个 什么卫民 我也没有什么危险 来啊 送三位警官回去 坐 游医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坐啊一会儿外招位 啊 不见了 你咱们 好久不见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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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我了 我了 你了 好久不见了 你了 富英哥 英国有句谚语 不自作聪明 别是聪明 我觉得你小多 我绝对没有 喝一杯 你就真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 我说大兄弟 按照你的推断 我确实整个杀剧中 唯一一个可能是杀人凶杀的人 但那只是你的随意 如果换成上帝的维度来说 我也可能不是凶杀 用不着上帝 这事啊 我就替他罢了 冯警官 我特别想跟你做朋友 是不见你马上 这命运太疯狂 谁会继续遗忘 华山 那个罗维明是 是不是 是 看来我要烦鸡啦 你绝后患 给我安排去藏监狱 给我安排去藏监狱 我要见一个人 可是祝你 把这首席放 JOE 那 这首席 就忘了 黑暗一口吞没了脚印 叫自我怀疑的陷阱 听见一阵呼救的声音 那模糊的真相 那厮盖的伪装 在追逐的路上 心是一只撒谎 那模糊的真相 是无解密码乡 是命运在疯狂 谁会继续遗忘 原谅 深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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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解雾 黑暗一口吞没了脚印 飘留在我怀疑的陷阱 听见一阵呼救的声音 那模糊的真相 那撕开的伪装 在追逐的路上 现实一直撒谎 那模糊的真相 是无解密码箱 传命运带风光 谁会继续遗忘 天涯 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